根据最新的哈佛大学的研究呢 大量的外星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这你受得了吗 今天呢就讲了你七种判断外星人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小全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来自哈佛的一项研究 大家理性看待 6月13号呢 哈佛大学社科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论文表明啊 外星人可能已经在地球生活过一段时间了 研究报告称呢 这些个外星人或者外星生物呢 很可能生活在地球的内部或者月球的内部 注意啊 这里说的这个外星生物不仅代表着非地球生物 还代表了地球上我们不知道的高科技文明 说到这儿呢 我突然发现啊 其实我已经差不多和哈佛学者处于同一水平了 你看啊 咱们之前也经常讲这个地形世界以及月球的空心理论 以后呢 大家不能再说这个相信什么地球空心论 或者月球空心论 或者什么地平说的人都是小学水平了 人哈佛教授 那是哈佛水平啊 也信 论文还称呢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个异常现象 或者说有一些个违反自然科学认知的现象 很可能就是这些个外星生物 在使用某种高科技时候留下的痕迹 比如说什么圆形的飞行器啊 盘形飞行器啊 球形飞行器啊 三角飞行器 以及一些可以在空中突然悬停 或者违反传统的空气动力学的一些飞行器 该作者呢 还称啊 对于此类现象的解释呢 现在的专家同诚分为了两个类 第一类呢 是传统地球解释 说呢 这些个不明飞行物啊 其实都是人造的 第二类呢 解释认为是这些东西啊 都应该来自地外 但是呢 这个教授认为 应该还有第三种解释 那就是超地球解释 超地球假说呢 认为地球上其实还有着其他的智慧生物 这些生物的科技水平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 甚至呢 存在形式也是超过人类的认知的 就比如蚂蚁不会察觉到我们人类文明的存在 所以呢 即便这些智慧生物啊 平时就在地下或者地球附近 甚至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呢 我们也是无法察觉的 其中一种解释呢 说是暗物质生命 那既然这个生命是由暗物质构长呢 当然是我们看不见的 另外一种说法呢 还认为有些个类人 但是比人高等的文明呢 也可以很容易造出仿生人 就像我们拍动物世界用那些个仿生照相机啊 说白了 你的身边可能就有外星人 也许呢 是你的老师 你的朋友 甚至你的老公等等 问题是这 你受得了吗 那该如何分辨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外星人呢 之前呢 美国有个叫詹姆斯的物理学家 也说过 他说现在呢 大约已经500万的外星人 在地球伪装成普通人类生活了 甚至呢 他们的生活方式啊 和地球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 也是正常的上班 正常结婚 正常高考 正常还房贷 但是呢 这位科学家给出了分辨外星人的七个方法 之前呢 咱们也讲过 第一个 如果你家那口子拿电视要空气的时候啊 不像我们一样 总是不知道要看什么 他是频繁的更换频道 但这些人似乎什么都能看进去啊 尤其人类的历史节目 还有这些人文节目 因为呢 他们实际上在专心吸取地球上的 每一个有用的信息 第二个 如果你的丈夫没事呢 总喜欢对房子修修补补 没事呢 就在那修修缝纫机啊 补补锅 甚至连二极管都不放过 要研究一下 哎 这些人很可能也是 因为呢 外星人来地球 就是来探索地球文明的 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第三个呢 有些人通常在办完那种事之后啊 不仅不消停 还兴奋的问东问西的 这明显是有区别正常人的 其实啊 他是在通过这种方式 了解地球人繁衍方面的特征 第四个 有些人呢 方向感奇差 非常容易迷路 即便是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区域啊 有时候都会分辨不清楚方向 原因是因为地球磁场 和他们的原生环境啊 大不相同 第五个 还有一些女人 记忆力超学 尤其对人过目不忘 尤其看体育节目的时候啊 什么足球 篮球明星 那比男朋友都记得清楚 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在物色 优秀的基因携带者 第六个 有一类女人需要特别注意啊 这类人比较特别啊 不让男人做家务 而且她主动把财务大学上交账户 我的天啊 赶紧看一下 你媳妇是不是这样的 第七个 还有一种女人 说话的时候啊 逻辑性超强 你跟她说话呢 会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卡拉蜜啊 总是安静的被教育打插不上一嘴 OK 赶快辨别一下 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